哈布斯汉有七个儿子 但他生前留下一言 希望同宗的兄弟 安布盖继承 哈姆蒙国的汉位 因为他知道游牧民族从来不缺少巴特 缺少的只是政治家 一个能够掌控大局的领袖 他的七个儿子在战场上能争贯战 都是当之无愧的勇士 但相对而言 他们都缺乏政治头脑 哈布斯汉坚信 只有安布盖能够巩固联盟 能够让哈姆蒙国继续发扬光大 因为他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 哈布斯汉去世以后 他所担心的事情马上就发生了 第一个跳出来 对安布盖汉表示不服的人 就是他的长子 因为他的父亲何不乐汉生前 把一支精锐部队交给了他 他用自己的儿子的名字 给这支军队命名为 有了这支特种部队 哈姆巴哈藐视一切 藐视他的敌人 甚至藐视他的兄弟们 既然父亲不让他继承韩卫 那么他就自封皇帝 于是蒙古历史上出现了一位 总元皇帝 哈布斯汉的其他几个儿子 也都不是省油的灯 他第六个儿子叫哈旦太奇 这个独眼龙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没事就爱惹是生非 阿布斯汉有一个好安的 也是他的小舅子 是洪基拉特部的三德金 有一天这位三德金 突然得了重病 而且病情加剧 痛苦不堪 于是他的家人们 就近请来了达塔尔部的 一个萨曼为他治疗 这位萨曼一通装身弄鬼以后 三德金的病不但没有好 反而直接去见了长生天 本来这就是一场医疗事故 但三德金的家人认为 这是那位达塔尔乌师 故意所为 于是三德金的家人 和他起研布的外甥们 冲到了达塔尔部 把那位乌师给处决了 他们的这种莽撞行为 激怒了塔塔尔部 于是塔塔尔部就从 哈马克蒙古联盟里 脱离了出去 和布拉罕的第六子 哈旦泰就有一天心血来潮 觉着自己可以吞并 米尔契部 于是就派了一位 能言善变的使者 去说服 米尔契部落的首领 图图 面对慷慨陈词的使者 米尔契部首领图图 一直在磨刀 表明自己来意后 使者就问 到底行不行啊 你给个回话 我好回去答复我家主公 不是怎么回事 你磨刀干嘛 这时 图图忽然抬眼看他说道 我磨刀 是想把 哈旦的另一只眼睛 也给他挖出来 使者回忌如实的像 哈旦学舍 圣路之下的哈旦 偷袭了米尔齐部落 结果 图图的儿子脱黑脱啊 虽然腿背打断 但是被战友们救走了 而图图的本人 被哈旦给活捉 哈旦忏忍地把银水 注入了图图的双眼 就这样 米尔齐部 也从 哈蒙蒙国联盟里 脱离了出去 女真经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看到了机会 他们马上联系到了塔塔尔人 塔塔尔人和女真人之间 建立了短暂的利益联盟 不是如胶似漆的那种联盟 因为塔塔尔人 也是从骨子里看不起女真人 所谓的联盟 无非是想从女真人那里 获取点利益 对女真人而言 这就足够了 因为他们就是单纯的 想要利用塔塔尔人 格布勒涵的几个儿子 看到这四分五裂的局面 才想起了他父亲的临终遗言 他们重新拥戴安布盖涵 希望他能扭转全局 安布盖涵想出最好的办法就是 通过联姻来挽回 与塔塔尔部之间的盟约关系 但万万没有想到 塔塔尔人会把 亲自送女儿出嫁的 安布盖涵 绑附给金国人 而金国人 把安布盖涵直接定在了墓驴上 墓驴是一种带有长丁的原木 混动原木的时候 长丁会搅动内脏 被折磨的已经奄奄一息的安布盖涵 留下了遗言 命令蒙古人 宁可把食指摸穿 也要为他报仇 安布盖涵是因为送亲而蒙难的 所以很多地区的蒙古人 到今天还保留有 父母不亲自送女儿出嫁的习俗 这个习俗也源自于 安布盖涵林中的告诫 灵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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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肝